歡迎收看世界觀 日本自民黨星期五將會投票選出新總裁 作為國會最大黨,新總裁將會按慣例獲選為新任首相 換屆後,日本對內對外政策走向又會是怎樣呢? 時代需要誰呢? 日本自民黨總裁選舉用這句作為主題 但真正去選擇的是黨員和黨內的國會議員 手上岸田文雄個幾月前決定不國族連任自民黨總裁 說希望展示執政黨的改變和重生 而留給接班人解決的就是日本四十多年來最高通脹 和黨內重量級人物的政治獻金醜聞 改革的希望部分落在其中一位 來自政治世家的候選人身上 為何要再一次自民党的旋律 政策的旋律 在政策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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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神奈川同一選區接行做眾議院議員 2019年 他38歲時成為安倍內閣成員 是二戰後最年輕的男性大臣 主理過東北災後重建等等 有美國政治顧問公司分析說 雖然帶著世代交替的承諾出選 但外界比較關注他的父音 某程度只是一種政治世襲 小泉俊次郎在關東學院大學畢業 修讀經濟 並不是傳統上政界人物出身的院校 傳媒和網民也對他不客氣 做了環境大臣無奈 他在聯合國氣候峰會說 可以好潮、好好玩和好性地換解氣候變化 被日本網民標籤為俊次郎救民 意思即是重複說空洞堆砌的說話 殺有戒事、說廢話 有記者問他 一旦成為首相參加國際峰會的話 水平會不會令日本丟架呢? 小泉俊次郎提出日本女人 婚後可以不跟夫性 和放寬企業解僱員工的規定等等 也惹來批評 當地有文調就顯示 小泉俊次郎原本部分 被另一位呼聲甚高的候選人 石破茂吸走 曾經做過日本防衛大臣 67歲的石破茂 他的競選宣言離不開國家安全 主張建立亞洲版北約 制衡中國和北韓等 揚言要避免東北亞成為下一個烏克蘭 曾經四次競逐自民黨總裁 陪跑了十幾年 他說這次贏輸也好 都會是最後一次 有媒體分析說 他黨內人員平平 如果沒有前首相 菅義偉和自民黨前幹事長 現在進博支持的話 他不會有目前的支持度 而在民調培會第三位的 經濟安全保障擔當大臣 63歲高市祖苗 是參選的兩個女性之一 他說要推動繼承安倍經濟學的祖苗經濟學 有分析相信走這條路線 仍然有望得到一定支持 無論結果是日本歷離最年輕手相 還是第一位女手相 有日本政治學者分析說 中日關係都不會有很大變化 因為自民黨親美 安全意識比較強 已經有明確的戰略方向 我們明天繼續世界觀觀世界